大家好,我是陈亚南陈金莲 这几天经历了很多很多 我也反思了很多 回想嫁给小伟一年多以来 爸爸妈妈一直对我很好 对我很包容照顾 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 每次回去都提前准备好一些吃的 一些好吃的 爸爸在我的直播事业上给了我太多太多帮助 如果没有爸爸的名人光环和帮助 就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网友关注亚南 也不会有今年的今天 这是陈金莲 在网上发布的 我就认为是第三封的威胁信 这一封威胁信里面 可以说真的是叫笑里藏刀 一年多嫁给小伟 其实在这整个陈金莲事件中 受害最大的就是小伟 就是大一个的儿子 受害最大的就是小伟 你说爸爸妈妈好不容易给自己找了一个 自认为是一个勤俭持家的一个好儿媳妇 也不是勤俭持家吧 就至少找了一个好人给自己当媳妇 花了那么多钱 买的房子买的才买的就各种首饰 花的各种钱 你就要知道 大一个是是一个本身来讲就是一个农民 对吧 农民出身的 很多东西他就是农民那种种儿子 就很自然的嘛 所以说很多东西包括直播上给他的关注 在大一个看来给直播帮助的时候 帮助的并不是陈金莲 你知道吧 帮助的就是自己的儿子 农村就是这么个思想 重男轻女那是必然存在的 而且这里面也没有表现出轻女来就表现出重男了 对吧 可是可是里面最可怜的这个小伟说实在就整个被这个陈金莲玩弄在鼓掌之中 爸爸妈妈本来我应该好好回报和孝敬你们 可是我却因为家事处理不当 引起了那么多舆论 那么大影响给你们带来了那么多烦恼 爸爸妈妈作为你们的儿媳妇也能心里有愧对不起你们 你这回报房也太狠了 自己开公司 自己签约自己 然后一脚把大一个 把小伟拆开吧 你就永远记得 销伤最重的永远是小伟 是吧 他心里有愧 我觉得你心里现在应该乐开了花了吧 舆论这个东西对于你来讲 如果说如果的 如果真的互联网没有记忆的话 我们这些人可能真的为你拍手鼓掌 就你想你想打到的人设是什么样的 就是一个 与大一个儿子偶遇 然后嫁给了大一个儿子 然后呢 为了忙自己的事业呢 忽略了亲情 然后呢 就导致自己一个女强人 说 这个 雷� 카 就自己转喙軟宍之后 就不得不 说 啊我要变强 我要变强 然后就变成一个女强人 独立奋斗的形象 这个是你想打到的人设 但是的 但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我们都能看到你啊 真的 是正经的一个居心不良的陈金莲 这一次事件 如果说可以命名的话 就应该叫陈金莲事件 还有小伟 我光顾着直播事业不能停 光想着往前冲 忽略了你的感受 说起来 我比小伟大三岁 按理说应该多去带动 多去包容和照顾 可是这些我也没有做好 又说到小伟了 小伟就在你面前 就是一个工具人 就是榨干 大一个也不能说榨干吧 榨走大一个 大部分的影响力的这么一个工具人 小伟在你面前 就是一个这样的工具人 你对于小伟的话 你可能只有一个心理的想法吧 没有利用的更多 另外因为我个人的私事 占用了公共网络资源 广大网友也不愉快 网友们对不起 你们有意见我都看到 有则改之 无则加免 你这无则加免四个大人给我去了 无则加免你这有 以后亚南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示建议 还请你们多多监督和指正 多多监督指正 你如果想 所谓你这封如果是道歉信的话 唯一一个能能能做出来的是什么样的 三号退网 把自己在靠着大家一哥成立的那家公司自己注销 这个才是你表达现役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你可能不会 因为你的目的为了这场婚姻的目的就是当上你所欲的网红 还有你这个大号 你如果真的是有一天12号退网注销公司了 这个的网友真的叫网友 那时候就叫网友了 就可能会有一部分人能站在你身边的了 但是现在就以你这表来来讲 包括你昨天的直播来讲 还说到小伟 你直接直接把小伟扣了一个什么帽子 你自己不想一想 那是人干的事吗 是一个作为一个妻子 那是一个彻底把你从路人变成一个大网红的一家子 三号退网 你趁今天